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有兩部手機電腦 分別是Lenovo Legion 7i和5i 在之前的照片上也說到 接下來我會幫這兩部做一個實測 如果大家近期有興趣換手機電腦的話 就可以不妨參考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都會知道以往Legion系列 中間會有軍團的Logo 但今年反而是走低調的路線 所以你會看到中間Logo是不見了 所以代理知的是什麼呢? 就是旁邊的文字 大家可以看到角落頭位有Legion Legion這個文字經過一個特殊動謀的技術處理 所以在不同光線情況下 就會看到不同的紋路 大家在畫面上看到另一邊反光 這一邊就是Lenovo的飾品 說完外觀 是時候要介紹一下它的內涵 今次這個5A也具備了15.6吋VHD IPS的螢幕 而且色彩方面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它色彩的銜角面積最高都可以達到100%的SRGB 最重要也是具備了144Hz 如果有大開鏡的朋友都會知道 一轉到144Hz的螢幕的話 就回不到60Hz的螢幕了 所以今次這個5A的螢幕方面 大家都不用擔心 其次我覺得有一個很細心的位置 就是這個Wordcam位置 今次5A和7A也具備了一個開關 就是當你不用這個Wordcam的時候 你就可以關掉Wordcam 在這個位置我覺得是相當細心的 叫得電競的差異電腦 RGB的功能就絕對不可以缺少 5A本身已經準備了4個RGB背光的客製化選項 只要按這個FM的快捷鍵 然後再按空白鍵的話 就可以轉換它這個客製化背光選項 鍵盤方面的佈局 齊了所有Layout的話 我覺得已經是完美的了 但當你測試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它鍵盤每一個鍵的尺寸size 都是跟普通Keyboard的尺寸size一樣的 以及5i是等於4組USB 3.2插槽 在無線連線方面 其實現在5i也提供了支援Wi-Fi 6的連線能力 顯示卡是用NVIDIA的GTX 1650 Ti 4GB GDDR6 最高力也是可以配置到GTX 2060 RAN方面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現在也搭到16GB DDR4 3200記憶體 容量方面也有256GB SSD 以及1TB硬碟硬碟 還有5i具備了第10代i7的處理器 來自Intel Thermal Frequency Boost的功能 會大大加速了處理器的效能 最高時充的速度可以達到5.1GHz 以及具備8核心 我們5i也說了這麼久 現在是時候說到7i了 7i對比5i的外觀方面 分別之處也不太大 但它有一個細節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連O字也有RGB的效果 而7i我第一項要說的就是它的CPU 因為這次7i具備了Intel最新推出的i9CPU的處理器 而且也有我剛才5i說的TVB效果 如果7i用了TVB功能的話 到時時充的速度最高可以到5.3GHz 以及會具備8芯的處理 我們剛剛居然這麼厲害的CPU之後 是時候說到7i的顯示卡 7i的顯示卡就是NVIDIA的RTX 2080 Super Max-Q的獨立顯示卡 所以現在都具備了光線追蹤的技術 可以大大提升你打機的時候 它裡面的照明功能和反射效果 7i的網址都是15.6吋 而且也是支援144Hz的 更具備了G星這個技術 所以打機的時候畫面就更加不會撕裂了 不過我相信大家很多時候都會擔心 究竟一部電腦的散熱功能是怎樣 7i完全可以解決你的疑問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厲害的散熱效果呢 因為這次Legion就是Code Chrome 2.0 這次7i有73個LCP熱片組成的風扇 就幫你的電腦散熱的 而且機身的側邊和後面都是吸風位置 令散熱方面更加不用擔心 所以完全是為了機謎量新訂造 還有7i右邊的機身是多了兩個新的插槽 就是這個Thunderbolt 3 USB-C的插槽 就算到時候我準備了兩個螢幕、三個螢幕 我也是可以用這個7i 然後連接所有螢幕,一次過用完 這方面真的超級方便 除了打機之外,創作的朋友 電池方面又怎樣呢 如果你有段時間不用推到盡的話 用它來自顯示卡的話 最高可以推到8小時 而且有時候你要帶出家的話 它的電視能力都會嚇到你 還有到最後喜歡一些簡約和簡潔的朋友 這次Legion的5i和7i 它們這次的外觀造型 其實真的拿滿分的 這次Legion的5i和7i裡面 有一個很厲害的軟件 就是這個Andoful的Vantage 這個轉變模式裡面有三個模式 一個是效能模式 一個是平衡模式 一個是安靜模式 如果平時輕鬆做一下的話 其實它都會自動設定它的平衡模式 下面就有一個按鈕 你按了之後 它就會detect到你開遊戲的時候 就會自動幫你轉效能模式 相當方便 還有第二件我覺得相當重要的 就是這個網絡加速功能 這個網絡加速功能有什麼用呢? 就是將你遊戲裡面的優先順序 設定為最高等級 就會達到最高的速度 所以例如你在玩一些槍遊戲 或者在玩L.L的時候 記得要善用這個功能 相當好用 就可以大大減低了8個Ping的機會 以及以我所知 之前在Lenovo有個網上LiveDream活動 再次提醒大家 今次Lenovo 2020網上電腦節 終極大獎問答遊戲的最後得獎者 就是你們以下的五位了 今次Lenovo Legion 5i和7i開箱也拍到這麼多了 希望今次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5i和7i的資訊 記得在下面選擇的位置 下面選擇會有相關的網絡連結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按LIKE 以及訂閱我 下面選擇會有Legion的Facebook page 大家也記得進去按LIKE 今集也拍到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